您的角色是一個 直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是演團長 他就是演許團長 體型差很多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 篇幅太小 時間太少 因為幾乎 每一個團員他都有一個 非常動人的故事 但是時間很累 因為我們導演 他編劇也是他自己寫的 所以他就盡量把一些 比較適合在電影上表達的東西 他就把它湊起來 等於是舉一些比較 驚訝的精彩的東西 在電影中把它 表達出來 其實你還是完全 來了解這個九天 相信 一定 會被感動 會被感動 哇 OK 那希大哥 他自己身歷其進的演出 你可以看到他真情流浪的這一面 希望大家看完電影之後 感覺到受到啟發 然後 挖掘出你內心 從來沒有發現的光明面 然後希望一個告訴一個 讓大家都能夠 來開發出這樣的光明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我想 這個地方我也特別 阿希大哥真是真情流浪 這個地方我跳過來訪問一下柯友倫 我知道我們在戲裡面 您跟他是演父子嗎 您在跟他演父子的時候 我所了解的是 其實你有經歷過一個非常叛逆的青春期 在戲裡面 那你是怎麼樣跟 這個我們阿希大哥 共同來去揣摩這個父子之情的衝突 我就在演戲的時候把希哥完全當做自己的爸爸這樣看 我覺得導演也一直在旁邊提醒我 因為我有一個 哇 今天是 我有一個非常嚴格的父親 那我父親也在他的人生裡面挑戰過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覺得 在拍正投這部電影的時候 不只是導演讓我感受到 西哥讓我感受到 然後九天的團員 他們一定要讓我感受到這種 就像他們去挑戰撒哈哈一樣 那種永遠不放棄 永遠堅持 然後 一定要把 該做的東西做到 維持的那種心態 奮鬥 對 現在這樣的感覺就讓我覺得 為什麼黨情一定要拖到明年春節 好想迫不及待的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那麼精彩的這樣的演出 因為過年大家都放假嘛 所以可以西家帶眷 合家光臨到西院 年輕人買票 帶阿公阿嬤 阿孫 孫帶阿公阿嬤去看 年輕人帶小孩去看 大家做個看 不太看了 真的 導演你一講話我才發現 你在我旁邊突然會哭 這怎麼一回事啊 這我不哭一下 沒有應景一下 來我們這個 為他們兩個最老的 生命經驗最豐富的 竟然淚點這麼低 顯然這部電影有多動人 好了謝謝謝謝 這個同時我們的 台中市的大家長 胡市長也到現場了 是不是我們先請我們 胡市長入座 跟我們一起來 經歷我們今天晚上的 這個千人歡迎會 掌聲歡迎胡市長 謝謝謝謝謝謝 看到胡市長就開心了 把我們現在台上的感覺 稍微緩緩一點 加油加油加油 我站在那邊都很容易 好的我們請我們的市長 還有我們的貴賓請坐 是的那我想 這部片有這麼多的衝突點 有這麼多的故事的取材 還有一個地方 是我們在看到他們 在拍攝的計畫當中 很有趣的 就是這部片 居然還有愛情故事 那我想 我們的九天的劇團裡面 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 所謂很真實的故事 年輕人之間的愛情 當然一定會有 所以你在裡面 你還可以看到一些 像偶像劇的部分 特別到這個地方 我們也請教我們的 林雨仙小姐 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她就在這個 我們片子裡面 就是我們的一個 擔任我們Alan的 女朋友的一個角色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一定要先介紹一下 剛剛 各位在看到 九天故事裡面 那個說 那個拿椅子打爸爸啦 然後 詐騙集團 那個角色叫冠冠 冠冠 雨璇演的就是她 謝謝 謝謝 對我演的就是冠冠 然後 她在裡面叫做沙妹 她就是一個 其實 我就是 在訓練的過程中 我就是默默在觀察她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 堅強的女生 而且在 就是在一個 通通都是男生的環境下 她可以就是 她的毅力可以像男生一樣堅強 體力可以像男生一樣 就是持久 我就覺得說 哇 那我如果要演她這個角色 我一定要就是 勢必要像她這麼厲害才行 這樣子 然後 其實我要說的是 就算你不知道九天的故事 你看到預告片之後 聽到那個鼓聲 都會覺得說 她讓你全身起雞皮疙瘩 然後 而且會讓你覺得 很有力量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 九天的團員 他們在打鼓的時候 都是用盡全身的力氣在打 然後 然後 很像要試圖要證明就是 自己能夠做到很好 包括他們去跑薩哈拉一樣 他們現在也成功的回來了 然後 呃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進這個 電影院去看這部國片 然後呢 希望這部片子 可以帶給大家力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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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萱小姐 為我們帶來的這個分享 其實我們在旁邊 一路上看一下 因為對九天的 鎮頭的這個拍攝 我們來講 是一個局外人 但是我們看到 拍攝的計畫 看到他們這樣一路上酒走過來 還有他們在毛片的剪接 我想講一個導演 不希望我這樣講 就是我們都看過海角七號 我真的覺得 這部片比海角七號還好看 你可以看到的完整度 可以看到的故事 真的是比海角七號還好看 謝謝 所以請各位 所以請各位 明年的春節檔次 一定要用實際的力量 來挺我們的國片 挺九天 挺鎮頭 進入電影院裡面 一起去欣賞 導演為我們帶來的大作 好不好 謝謝謝謝謝謝 那導演跟我們的劇組人員 今天也特別帶來了一些禮物 要送給現場的觀眾朋友 所以我們現場 就來這個 一個機制問 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 有哪些禮物好不好 我們請工作人員把我們拿到台前來 好不好 我們的英雄現在據說已經在靜宜 靜宜大學那個附近 所以他們已經快要轉進來了 來我們看看 在哪裡 這是什麼贈品 就是跟我們身上一樣的T恤 喔 陣頭嗎 哇 我們是不是請雨萱小姐 幫我們走到前面來轉一圈 看看這件T恤 哇 前面還有來去看陣頭 這個T恤其實是有故事的 這個T恤其實是 就是 胡市長大力支持我們 然後當初在拍戲的時候 真的 胡市長給我們建議 叫我們做這個T恤 然後送給那個當時 來參加台灣 圓滿劇場 拍攝計畫的那個 台中市民 所以 這些其實我覺得是蠻有紀念性的衣服 我想能夠在九天 能夠在鎮頭這麼一個 能夠代表台中的驕傲的這個同時 擁有這件T恤 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接下來我問一個 最困難最困難的問題 你若是知道的話 舉起手來 思考一下應該就會知道 舉起手來 然後我們請工作人員到我們的台前 準備挑選舉手的人出來 沒有拿到的沒關係 明年還是一定要去挺我們鎮頭 請問 明年春節黨 最值得令人期待的國變 是哪一步 這問題應該很難不是嗎 好 各位人幫我們挑選出來 挑選到台前來 來 來我們總共有幾件 總共有20件是不是 後面是一些 看起來有點動亂了 請各位稍微尊重一下前方的 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六位 七位 八位 九位 十位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好 停 OK 不要再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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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進來的也沒有了 請工作人員幫我們發下去 請工作人員幫我們發下去 真的 是哪一部電影 贊頭 來我們一起說好不好 是哪一部電影 一、二、三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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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們再次以令人掌聲 來感謝我們贊頭劇組 為我們台灣的國變 帶來一個 這麼全新富有文化氣息的一個內容 掌聲 歡迎他們 感謝他們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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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大哥請先不用生氣 我們到我們後台去 謝謝 這是應該很開心的事 謝謝 謝謝 好的 好的 那麼我們在全部都感受到 震頭這個台灣國變的新的一個希望之後 接下來 在我們正式的歡迎我們的英雄進場之前 我們要來聊一下 撒哈拉極限賽